大家好 现在我们进入第一章的第二节 就是这个浏览器的问题 因为做SEO的话 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到很多网站 所以浏览器的使用 包括使用这些浏览器的插件 去查看一些这些网站 一些对我们的SEO工作 比较重要的元素 如果能够借助这些插件来看的话 会减少我们很多的工作 就是有利于我们去判断 这些东西值不值得我们去做 还有一些指标吧 主要是一些指标 能够让我们看见 我们去做网站也好 还是说我们去做外联都好 都会对我们帮助会比较大一点 这里其实一共有三款 第一款是火狐Fivefox 第二款是谷歌浏览器Chrome 还有第三款我这里面列出来 是OPRO 这三款浏览器都是比较不错的 我个人是都把它装起来了 但是大家可以自由选择 如果你只选择两款的话 就推荐这个火狐 还有这个Google Chrome 这两款浏览器都是不错的 现在我们就先去看一下吧 看一下把它们装起来 在这里比如说火狐 火狐在这里 你可以自己搜索一下火狐 你可以下载中文版 也可以下载英文版 我用的就是英文版 因为英文版我感觉比较简洁 简洁明快 然后它在显示中文字体的时候 也会比较好看一点 这是我个人的习惯 它可以自由选择 这是火狐 然后这个是Chrome Chrome浏览器 你自己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距离网址就是这样 你点点进去 然后点下载 它就它就开始下载了 所以我们就不下载了 还有一个是Opura浏览器 这个好像挪威的吧 这个也是不错 然后它浏览速度啊 还有包括各方面 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浏览器 你打开这个opura.com 然后在这浏览器这里选择桌面浏览器 桌面浏览器 不要选择下面的这些东西 选择桌面浏览器 然后再把它下载过来 安装起来就可以了 这里就下载 点这里 然后下载和安装的话 我这里就不进行了 我已经都装好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这里一二三三款的软件 都已经放在这里了 然后下面的一个东西就是 这个 就是一个seo插件 叫seoquake 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插件 seoquake 我们打开这样一个网站 seoquake.com 现在打开还是有点慢的 如果是中文的版本 它的Fivefox的界面可能跟我不一样 不一样一点 这个是我这个是英文版的 好像是最新版的 是13点什么东西 版本 好这里是那个没有掉了 菜单栏没有掉了 把它菜单栏弄出来 菜单栏还是需要的 像这样一个插件 它的作用就是 多了这样一排的一些参数指标 会放在这个浏览器上面 它就会帮你看 比如说PR值啊 谷歌收入数 雅虎的 外链啊 收入数啊 币印啊 它的流量啊 就是流量排名啊 AlexaRank 还有这个就是它的域名年龄啊 等等等等一些东西 然后它 你就是说 这个插件的话 它三款浏览器都是可以支持的 你看 这个是支持火狐的 这个Chrome 这是Operate 这是连苹果的浏览器 Safari它都支持 这款我们就不太去用它了 我们就下这三款就可以了 然后你 这个网站呢 你用什么浏览器打开 它就会默认的 帮你选择什么样的浏览器的插件 你看这个 我们现在是用火狐来打开它的 然后它自己默认就选择火狐了 我们点install 这个点一个allow 然后这里 等它install 然后要重启一下它 它就会启动了 同样的道理 我们去谷歌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 同样打开这个网站seoquake.com 还有Opera浏览器 我们一次把它打开 好 已经好了 它装好了以后下面就多了这么一排的信息 它 这么一排信息了 它就是说多 我们网站一打开的话 就会可以多看很多很多的信息 就是不需要再借助其他的工具了 就非常方便的我们去查看某些信息 比如说打开我的博客吧 包括Piaz 现在它的收入数 Piaz一般都准的 然后收入数的 它有时候会起伏很大的 比如说有的时候是2000多 有的时候是300多 100 100多也有 现在是500多 这个会抖动的 不是特别准 但是可以做一个参考 这个就是看那个网站 它主要是看有没有被谷歌收入 对不对 特别这比较重要 那如果有被谷歌收入的话 那比如说我们在做外联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如果没有被谷歌收入 像这样的 比如说从他网站来的外联 这个是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的 那我们就根本就不需要去做它 这个是SMBrush 这个是SMBrush 这个公司推出的指数 我们不管 待会我们可以把它去掉 然后这个是Bing的收入数 这个是它的就是这个网站的流量 排名 Alexa是19万 不算高 然后这个是域名 可以算是域名 就是说相当于你这个域名是 就是互联网博物馆 它侦测在了 你就相当于你域名什么时候注册的吧 就是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一个域名年龄就可以了 我这个是09年10月份注册的 然后这个是Twitter 就是就是那个Twitter网站的 被推出的次数 然后这个Facebook like 被赞的次数 然后这个Google plus one 就是提及的次数 这是三个社会化社会化媒体的指标 这个就是who is 这个后面就不是太重要了 我们就不去不去管它 然后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把 先把这个调整一下 就是说这里有些东西 这排的东西呢 有些东西是我们要的 有些东西是我们不要的 这个东西在这里调整 点这里 点拉下来 然后Preferences 点一下 然后再Parameters 点一下 好 就在就在这一一列 它就会列出这么个东西来 我们可以自由选择 Google PageRank 这个要的 Google Index 这个收入数要的 Google Links 外链这个是不准的 不要管它 Google Cache Date 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缓存的 缓存的日期呢 还是要的就是 看搜索已经抓你的网站 抓的多 多频繁 网页抓的多频繁 这Yahoo的 这两个其实都不重要 这个smrash 这两个东西就不要了 Bing Index 这个还是要的 就是Bing的收入数 我个人比较喜欢DMOS 它也没被DMOS收入 Alexo Rank 这个要的 这个域名年龄要的 这三个也够上了 所以我花指标 Huiz就不要了 我不喜欢 然后这个PageSource 我也不喜欢 这个 这个就 没有什么用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爱好选择来看一个网站 比如说 它有没有Robest TXT文件 有没有Sidemap XML格式 Sidemap 还有没有啊 后面这些如果做中文的 你还可以看一下百度的百度收入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进行选择的 好 我们就要了这些东西 点完了它就点Close 好 这些东西现在这一栏已经发生变化了 这两个还是不变 这里多了一个谷歌的缓存日期 这里显示有点慢 然后那刚才这两个smrash的这两个指标 现在这里已经没有掉了 然后多了一个DMOS 你看 就已经进行过调整了 然后面就是少了一些东西和多了一些东西 啊 就是要说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插线可以帮助我们看 外链的属性 它是dofollow还是nofollow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去看啊 比如说 点开 点开这样一个 这篇文章 然后它有一个博客博客评论嘛 还有它文字文章正文的内容 它会显示出来 看这个是一条 这个是一条链接 就是链接到我博客的另外一篇文章 现在是这上面很干净的啊 就是一条链接看不出来的 然后 这里也是一条链接 链到博 博客首页 还有这些个链接 好 现在看这里 还有这里 这些链接 这些链接的话都是干净的 上面一点显示都没有了 就是实际上 这些链接实际上是nofollow属性的 就是SU价值没有什么SU价值的 但是你肉眼上看不出来 以为这个是有SU价值 就像我们平常做的那个博客评论啊 Block comments就是这样一种外链的话 你就分辨不出来 它是dofollow还是nofollow的 如果是如果是nofollow的 我我我基本上就不太做了 除非 就是说我知道它的SU价值 没什么SU价值 除非我就说外链结构啊 让它好看一点 它有 不要不要全部都来自 来自dofollow的外链 也偶尔来一些nofollow的外链 这样就可以了 就像我那个外链包的话 实际上一共也是有120个外链 其中100个是dofollow的啊 这些是传递 传递比较好的SU价值 还有20个是nofollow的 实际上它没有什么SU价值 但是我还是做外链的时候 还是把它加进去一些 这会看起来更自然一点啊 会更好一点 排名会更稳一点 实际上就是这种意思 包括这里实际上都是 这些这一栏都是nofollow的 这些这些是我博客上的东西 这个正文这些东西啊 都是dofollow的啊 评论那些东西都是nofollow 就是wordpress这个这个博客平台 它的默认的默认的那个属性 它就是这样的啊 它是也可以改 我们这里不讨论怎么改 这个没什么意义 然后现在我们再把这个打开 strike through nofollow and noindex 把这个选项一勾上以后 它就会如果说这条外链属性 链接的属性它是nofollow的话 它中间在这个链的中间 它就会画一点横线来标示出来 这个是nofollow的 那这样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看出 它是dofollow还是nofollow 就是我们不需要再看 再去看它的圆码啊 不需要再去有其他的 其他这些东西呢 把它勾起来 好 现在已经是勾上了那个状态了 然后把这个页面refresh一下 好 等它还加载完成 加载不完成的话 它看 就是有些 有些 有些属性它不会完全加载的 好 看一下这个底部这条 有一条链 好 它其实还是在加载的 还是有点骂 我再刷新一下 好 刷新好了 刷新好了 你看 这个 在博克正文的这条链 还是没什么变化的 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跟刚才看到的一模一样 还有包括这个 包括这里哈 这些都是dofollow 这些没有标示出来 它都是dofollow的 好 现在看这里哈 就是我们看到了哈 这个已经画了一条横线了 还包括这里 就是博克评论里 它都是nofollow这种属性 只要把这个插件 这个按钮一打开 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看出来 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这个dofollow 还是nofollow的哈 就这个这个功能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记得把它打开 这个是firefox 然后我们看一下 呃crown的 一样 大家看 如果用crown来访问这个soquake 这个网站 然后它默认的选择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把它选 点一下 让它让它装起来 啊 它显示在这里 我们点继续 好点添加 好好 它已经添加在这里了 已经添加在这里了 好 我们再点刷新一下 下面这里就会出现一排东西 就是跟刚才我们那个firefox 里面看到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同样用 Opera 访问 seoquake.com 等它打开 好 大家看到了啊 就是就是这样的 跟那个firefox是一样的东西 我们进行同样的操作 这里看 在这里啊 只是说法它会不一样一点 刚才那个我们看到 那个是strike through nofollow and noindex 那个firefox 是这么说的 然后这里是highlight nofollow 实际上是两个是一样的东西 啊 这里它默认已经给你勾上了 那就挺好的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就是preference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设这一排啊 设这一排 它有些东西要显示 也不显示的 好吧 那我们也照样试一下吧 啊 先点到这里 然后点parameters 然后再点这些东西啊 哎 这个不要不要 刚才说了自己要的 这个要的 cash data要的 嗯 twitch facebook likes google plus one who is bell 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自己 自由选择哈 不一定是这么选 但是我个人都比较 比较喜欢这些参数 要让它显示的 啊 这个刚才那个firefox 就是直接点close 这里要点save 好了 然后在这里close 再refresh一下看一下 啊 短途刷新吧 我们先来这里啊 那用opera访问 它就会变成这样啊 就是opera 我们也同样 同样的操作 把它装一下 哎呀 我的网速还是有点慢 哦 已经变了啊 cash data已经出来了 啊 其他该消失的消失 该出来的出来 就是 就是这么操作的 啊 然后点安装啊 对 点安装 它已经安装成了 这个安装更快 然后同样的操作 啊 no follow 还有 do follow的那个东西在哪里啊 啊 在这里 strike through no follow 把它勾起来 然后 然后这 哎 然后那个属性的设置呢 好像没有啊 好吧 那我们不管它呢 哦 应该还是应该重启一下了 还是应该重启一下了 它应该重启一下 它应该才会有的 好吧 那我们不管它呢 先把它关掉 重启一下看 正常的话它底部会出现内排的东西啊 嗯 我个人的话 这个 这个opera的话 浏览器也是比较少 装这个东西 我就推荐大家 其实装前面两个 Fivefox和crown就可以了 这个可装可不装的 我就是 呃 因为这 就是说这我给大家推荐这三 三款浏览器吧 主要是 哦 你看 这个好像 跟前面两个比下 就有点短了啊 现在东西有点少 大家做个参考吧 啊 它这个也 同样有这样一个功能 嗯 包括那个谷歌的 不 包括那个苹果留言 就Safari都有这样的功能啊 嗯 好吧 这三个东西 就给它介绍到这里吧 啊 看下这节的话 就讲这么多吧 咱们下一节再见